OK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这么美好的早上 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神让我们感谢你 你知道还有很多弟兄姐妹 在来的路上 求圣灵降下在我们中间动工 让我们能够把福音 传到更远的地方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在来的路上 求神引领他们 来到我们的平台上 让我们有机会 与他们一起相聚 一起来读经 一起来研究圣经的美好 谢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 恭恭敬敬的交托 在您的手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考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OK 感谢神 我们今天又一次 来学习圣经 我们来读圣经 这个线上的工作 我们是在读圣经 感谢神 你非常喜欢圣经的美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卷书 我们讲的是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 The Book of Isaiah 所以 Isaiah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是一位先知 在圣经里面 还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以赛亚书 这个以赛亚书呢 里面都是神给 以赛亚的这个 意象 让他能够看见 那么讲的事情 都是150年 在以赛亚的时代 以后150年到200年之间 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 以赛亚先知 在他当年的时候呢 他是不为人所接受的 很多人觉得这个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不可能是发生这样的变化 但其实呢 等到150年 200年以后呢 这个完全就是 照以赛亚先知 所看到的意象 所记载下来的 一模一样 感谢神 让我们今天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回顾一下 在27章的11节 我们上次讲到 11节 11节说 When is twigs are dry? 这个twigs 我们上次研究过 twigs是树枝 这个枝子呢 通常就是 比较粗的那个枝子 树干 连接树干出来的 这些枝子 叫twigs 好 树枝呢 are dry 树枝都干掉了 They're broken off Broken off是就断掉了 他们自然就断掉了 断掉了 当然就脱离这个树干了 And women come and make fires with them 这些妇女们就来了 妇女们是管家里面 做家事的 所以妇女呢 就来捡这些都 这些树枝了 他们来以后呢 make fires with them make fires是生活 他们就拿这些树枝 折断的这些树枝呢 拿去生活了 make fires For this is a people without understanding 因为 这个for是因为 他在解释 解释 因为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什么样的百姓呢 without understanding 这个民族 这个这些老百姓 他们是不了解的 所以在圣经上 任何讲到 understanding 或者是wisdom 理解不理解 智慧不智慧 都是跟神有关系的 understanding表示 他们根本 不理解耶和华 不在乎耶和华 所以他们愚昧无知 this is a people without understanding so their maker has no compassion has no compassion on them 这个两个句子 是互相相连结的 因为这样的老百姓 他们都没有 他们愚昧无知 他们不认识神 所以their maker maker是他们 创造他们的造物主 创造他们 创造这些百姓的造物主呢 has no compassion on them compassion是怜悯 所以他们的造物主 也不怜悯 他们 也不怜悯 他们 这个compassion 我们上次解释过 跟mercy之间的不同 compassion呢 是你怜悯 对方 而且你很积极的 想为对方 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 no compassion on them 造物主 不愿意为他们 做什么 也不怜悯 他们 and their creator shows them no favor 所以他们的这个 他们创造 他们的这个 造物主呢 也就 shows them no favor 也就不恩待他们 不恩待他们 no favor 表示没有什么恩待 没有什么恩惠给他们 OK 好 下面我们今天 从十二节开始 十二节 In that day 在那一天的时候呢 The Lord will thrash from the flowing Euphrates to the body of Egypt 这里讲到 两条 两个很重要的地名 一个是 Euphrates Euphrates的话 世界人民 这个文明的起源 就在 又发拉底 就是这个字 Euphrates Wody呢 是一个 埃及的一个西谷 埃及的一个西谷 叫Wody 这些都是地名 到埃及的这个Wody 这个地方 好 所以呢 神就会怎么样呢 耶和华 就要 Thresh Thresh 是什么动作 是打骨子 我们把骨子 连着这个 比如说 麦杆 或刀 刀 刀 砍下来的时候 这上面是有一颗一颗的骨粒 这些骨粒呢 我们要把这些骨子 打下来 这个动作就叫 Thresh Thresh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上帝啊 在这个时候 他就要打骨子了 打骨子了 打骨子呢 也就是上帝要做 有所筛选了 信神的 不信神的 敬畏神的 不敬畏神的 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挑骨子一样 要打骨子了 这个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 从 flowing Euphrates 从这个 流着这个 要发拉底河的这个水 流动的这个水 一直到 埃及的 Wadi 这个西谷 这个是 很长的一段的距离 And you 你们呢 Oh Israelites 你们这些 以色列人 Will be getter up 神会 把你们怎么样 getter up 把你们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 one by one one by one 一粒一粒的 一个一个的 把你们捡起来 所以在这里讲的 就是神到时候呢 他是有所筛选 他会thresh 他会打骨子 整个一大片 所有 从优法拉底河 一直到埃及 这么长的一大块地区里面 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会被聚集起来 而是一个一个的 被捡起来 一个一个被捡起来 And in that day 在那一天 A great trumpet 是喇叭 号角 这类的 可以吹得响的 A great trumpet 一个很大的 号角呢 Well sound 就会被吹响了 OK Those who were perishing in Assyria perishing 灭亡 那些呢 在这个亚述 当时被灭亡的 这些人 And those who were exiled in Egypt 还有那些呢 被赶到埃及去 流亡的这些人呢 Welcome and worship the Lord 所有当时 在亚述那些 被灭亡的 或者是 被埃及那个地方 赶到那里去流亡的 都会来 而且他们要 worship the Lord 他们要敬拜神 On the holy mountain in Jerusalem 这个地点 很明确 是在耶路撒冷 在他的圣山上面 在那里 他们要做 敬拜神的工作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28章 Isaiah的28 好 下一章了 OK 下一章28章呢 我们来看 一开始就是 WOW WOW 我们每一次就是 一开始WOW 表示这个是有祸了 什么人有祸了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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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那些 那些罪汉 那些不好的人 The pride of Ephraim's drunkards The pride Pride是骄傲 那些骄傲的人 那些骄傲 那些以法连的醉酒的人 醉汉 醉汉 所以这些 所有的这些人 他们就要是这个 要有祸了 这些人要有祸了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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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 这些以法连的 这些很 这些醉酒的人 这些骄傲的人 他们都有祸了 OK 好 注意这个地方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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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glorious beauty 这些就是很漂亮的 这些很有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尊贵的这种美丽 非常美丽的 OK, sit on the head of the fertile valley 这些呢,是把它放在什么的头上 Fertile valley呢,指的是那些肥沃的 肥沃的河谷里面 在河沃的肥骨的那个头上 当然肥沃的河谷本身没有头 这个head指的就是肥沃河谷的那个山上 那些山上就有这些东西 To that city,给那一些城市呢 The pride of those laid low by wine 这些人是怎么样呢 他们这些人是 Laid low 表示是躺下来 躺低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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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拉倒下来 躺低下来 By wine 是被酒啊 被酒啊 他们给拉倒了 躺在地上 给灌倒了的 这些人 这些人 他们的骄傲 OK 这些都是有祸了的 好 C 你们看啊 The lord has one who is powerful and strong OK 上帝有一个 一个 One 有一个人 有一个强悍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是 powerful and strong 这个人又有能力 OK 而且他又强壮 OK Like a hell storm Hell storm Hell storm 指的是那个冰袍 冰袍 就像一个冰袍一样 In a destructive wind Destructive Destructive呢 是毁灭性的 毁灭性的狂风 叫destructive wind Like a driving rain 好像呢 Driving rain 是那种泛滥的洪水 就像那个雨啊 泛滥洪水之前 他一定都是有那种暴风雨 Driving rain 表示这个风雨是很大的 是非常大的 OK In a flooding Downpour Downpour 是整个洒下来 所以downpour 基本上指的就是 那些洪水 Flooding 像洪水一样 满出来的 整个溢出来的 这些downpour 洒的到处都是 He will throw that forcefully to the ground OK 他会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用力的丢到地上 用力的把它丢到地上 所以呢 非常可怕的 松树啊 或什么花编起来的那种草环啊 或者是松树叶编起来的 那个就叫wrath 好 The pride of Ephraim's dunkers 就是这个是 这个冠冕 这个头环啊 这个环啊 就好像是什么一样呢 就像是以法连那些醉酒的人 以法连那些醉汉呢 他们的骄傲一样 他们高傲的不得了 Will be trampled underfoot Underfoot是在脚底下 脚底下 所以呢 他们将会被踩在脚底下 Trample我们这个字学过 踩在脚底下 That fading flower Fading flower 指的是那些 慢慢凋谢的那些花 慢慢凋谢的那些花 凋零的花 His glorious beauty 这些呢 正在凋零的花 它是怎么样 非常漂亮的 非常带有这个荣耀式的美丽 非常让人觉得非常漂亮 Sit on the head of a fertile valley 还是一样重复前面的句子 这个花呢 就被把它set 把它安置在 安置在这个fertile valley 这个肥美的河谷上面的头上 这个肥美的河谷好像一个人 这个山谷就像一个人一样 它的头上面 它的头当然就是安置在那个山上 OK Will be like a fig ripe before harvest 它会像一颗无花果一样 无花果呢 Right before harvest 在收成之前 Ripe 它就已经熟了 它已经熟了 好 接下来 As soon as someone sees it 这个无花果已经熟了 是吧 我们都是翻译成 万君之耶和华 Will be a glorious crown OK Remnant我们知道是圣下的 圣下的 所以给它圣下的老百姓 给他们这些圣下的老百姓 这些流亡的也好 这些从哪里逃出来的也好 给放回来的也好 这些人呢 他们所有荣耀的 就是万君之耶和华 万君之耶和华就成为一个 非常荣耀的冠冕 给这些圣下的残兵败将 这些流民啊 这些流放回来的人 给这些老百姓 作为他们的冠冕 OK He will be a spirit of justice to him OK So he will be a spirit of justice Spirit of justice Justice我们叫是公正的意思 所以呢 神他自己 耶和华自己就成为一个公正的灵 Spirit of justice To him who sits in judgment OK 所以这些人呢 上帝呢 万君之耶和华 他已经成为一个公正的灵 OK 公正的灵 那么对于他呢 他就是那个坐在审判地方的那个灵 坐在审判位置的上的灵 A source of strength 他成为一个力量的来源 这个力量的来源 力量的来源给谁呢 To those who turn back the battle and gain 就是那些在城门口 Turn back the battle 是把那个战争 OK 把那些来打仗的人 把这个战士给他转回去 打退回去 也就是说在城门口 那些退敌的一个力量 神呢 耶和华不只是一个公正的一个灵 而且呢 他是做审判者的 同时呢 他也在这个城门口 成为一个退敌的一个很大的 打退他们的一个力量 OK And these also stagger from wine OK 而这些人呢 刚刚讲的这些人 这些人呢 他们也变成了stagger OK Stagger这个字我们以前学过 Stagger指的就是那些 摇摇晃晃走路 走路晃来晃去的那些人 From wine 他们是因为酒的缘故 这些人也因为葡萄酒的缘故 现在也变得迷迷糊糊 Stagger 走路摇摇晃晃 And real from beer Real from beer 好 這個 real OK Real也是一样 Real就是一个人好像走路不直 身体拉不直了 全缩起来 From beer 因为这个啤酒的关系 啤酒是麦子发酵做的 因为这个啤酒麦子的酒呢 发酵 他们在那里跌跌撞撞 身体都蜷缩起来了 Priests and prophets Stagger from beer 所以不只是一般老百姓 他后面两点告诉你 祭司们 Priests Prophets 这些先知们 Stagger from beer 他们也stagger from beer了 祭司很先知 他们也因为这个麦子酒的关系 走路迷迷糊糊糊摇摇晃晃 So 这里还出现一个新的词 Be Fuddled OK 这里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说呢 他们也因为这样茫茫然 Be Fuddled 是一种状态 好像是喝醉酒以后 茫茫然 搞不清楚方向 这个叫 Be Fuddled With Wine 因为酒的缘故 因为酒的缘故 他们也变成这样了 众人是祭司 都一样 因为这个啤酒的关系 麦子酒 他们就整个蜷缩起来 身体都摇摇晃晃了 They stagger when seeing visions 当他们看到 visions 异象的时候 异象的时候 也就是神给他们异象的时候 他们还在那里stagger 还在那里东倒西歪 所以 they stumble when rendering decisions Stumble stumble也是半倒的意思 他们都被半倒 当他们在那里rendering decision 他们应该是要做决定的 因为像前面讲到这些先知啊 祭司啊 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在老百姓之中 很重要的人物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是他们应该要做决定 做重要决定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需要做一些审判判断的时候 可是他们跌倒了 Stumble 好 All the tables are covered with vomit 哎呀这个太恶心了 Vomit是吐出来的东西 叫vomit 你吐出来的呕吐物 很肮脏的呕吐物 所有的桌子上都covered 都盖满了 都是满布着 霧满了那些vomit 那些吐出来的脏东西 And there is not a spot without filth 没有一个地方 这个桌子上盖满了呕吐物 没有一个地方 没有一点 有spot 是一个点 一个地方呢 Without filth 没有脏东西的 Filth 是你脏紧脏的东西 没有一个地方啊 它们是没有脏东西的 通通都是脏东西 到处都是脏的不得了的 所以filth是污秽的意思 所以复复得着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 那就是各个地方 通通都有 都是脏东西 Who is it? He is trying to teach 那个是谁啊 那个是谁 所以他们喝酒喝得迷迷糊糊的 他们也说 Who is it he is trying to teach 那个想要在那里 教别人东西 注意这个是进行事 现在进行事 那个正尝试着 教导别人东西的那个人 他是谁啊 是干什么的 To whom is he explaining his message 这个人他要向谁 To whom 向谁来解释他的信息呢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To children Wained from their milk 他们交给是谁呢 是要交给孩子们吗 孩子们是wained Wained是断奶 这个动词是断奶的意思 Wained from their milk 是指这个孩子 他们是要交给这些孩子 已经断奶的孩子吗 To those just taken from the breast 是不是 The breast是这个母亲的胸部 母亲的胸部 那是不是要刚刚离开 母亲的怀里面 母亲的胸部 才刚刚从母亲的胸部前面 爆开的这些孩子吗 For it is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Do and do Do and do Rule and rule Rule and rule A little here A little there 所以说起话来的时候 这些人在说起话来 因为他们喝了酒 OK 所以呢他们说话都不清楚 然后呢 就是do and do 做 做了 又做 OK 做一件事情 又做一件事情 Do and do 做了 又做一个 所以就是他们嘴巴上讲话 已经有点叽叽喳喳 已经是很不清楚的 Rule and rule OK Rule and rule就变成 他们讲出来 律法 又再加上一条律法 OK Rule and rule 讲一条律法 又再加一条律法 因为这些人前面已经讲到 他们已经怎么样 在第八节 在第七节的地方 已经有讲 Stumble when rendering decisions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人 他们是先知 他们是祭司 可是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因为酒罪的关系 没办法做很好的判断 所以他什么事情 做了又做 做了又做 讲了一条律法 又再加一条律法 这个律法不够 再加一条律法 然后什么事情 就是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都已经完全不清楚了 好 Very well then 很好 OK With foreign lips And strange tongues OK God will speak to these people 好 所以这些人呢 因为他们已经都已经模糊 意识很模糊 走路也咧咧叛叛叛 喝酒喝得醉醺醺的 所以很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样 神自己 God will speak to these people 神自己 要亲自跟这些人说话 跟这些人说话 对这些老百姓说话 那么神说话的时候 是用 foreign lips 用外国人的嘴唇 Strange tongue 用奇怪的舌头 OK 所以这里指就说 神要用一帮人的嘴唇 外帮人 不是那个以色列人的嘴唇 用那奇怪的舌头 也奇怪的舌头 讲指的是 用别的语言 来跟这些人讲话了 神要亲自跟他们讲话了 To whom he say 跟这些人呢 神这样说的 祂说 This is the resting place 这个地方 就是你们安歇的地方 Resting place 這就是你安歇的地方 Let the weary rest Wary Wary Wary是指什么东西呢 Wary是指说 那些很沉重 心里面 比如说生活的溃 非常的沉重的压力 很疲惫啊 這個叫wary Don't worry 注意也是指 疲惫的这些人 这些很疲惫的这些人 累得不得了的这些人 所以就让这些人 让他们疲乏的这些人 让他们休息吧 And this is the place of repose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 休息的地方 Repose这个字 指的就是 重新 好像repose 好像把肢体 重新摆放 OK 這就是一个 让你可以 重新摆放你的身体的地方 也就是让你休息的地方 But they will not listen 所以神亲自跟他们讲 但是 But they will not listen 他们却不肯听从 他们不听 好 13节 So then 那么怎么办呢 The word of the Lord To them will become 所以呢 神跟他们讲的话 神对他们讲的话 就变成这样了 变成什么 Do and do Do and do Rule and rule Rule and rule A little here A little there 因为他们不听 所以呢 神跟他们讲的话 就变成了 也是一样 這個 Do and do Do and do 就变成他好像 坐了再坐 好像舌头有点 大舌头 喝醉酒 那个样子 OK 那就坐 再坐了 OK Rule and rule 好 一条这个律法 不够 哦 再加一条律法了 Little here Little there 做一点这个 做一点那个 所以神跟他们 在讲的话 就因为他们 不听的缘故 所以最后呢 就变成 就像他们 自己讲的话一样 完全就口舌 都不清了 So that They will go And fall backward 所以神跟他们 讲话 也变成 跟他们讲的话一样 他们也听不懂 所以他们就离开 他们走了 Fall backward Backward 是向后 OK 向后 也就是脸向上 人整个向后 他们就整个人 向后就是跌倒了 Be injured 他们就受伤了 And sneered Sneered呢 是陷入网罗之中 And captured 就被缠住 被抓住了 就是他们掉入网罗里面 自己就被缠住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十四节 Therefore 因此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你们要听清楚 神的话 听耶和华的话 You scoffers You scoffers Who rule these people In Jerusalem Scoffer Scoffer这个字呢 指的是那些 嘲笑人家 卸慢人家的 OK 卸慢人家的 所以你们这些啊 嘲笑 喜欢 讥笑人家的人啊 你们这些 统治在 耶路撒冷 管辖 这些老百姓的人啊 你们要听上帝的话呀 OK 好 You boast 你们都是这样夸口说话 這個boast 是很夸口的意思 这样夸口说 哎呀 We have entered into a covenant with death 我们是跟死亡立约了 这些人因为夸口 他们说 我们跟死亡 Enter into 是进入 Enter into a covenant 表示我们是进入 跟死亡的立的一个约 立的一个约 With the grave We have made an agreement 我们是跟那些 Grave 是指那些 阴间 我们跟阴间 The grave 我们跟阴间 有一个合同 结了盟了 跟他有一个同意书 跟他签了一个同意书一样 我们就跟这个阴间 结了盟 When an overwhelming Scourge sweeps by Overwhelming Overwhelming 是指那些 整个非常汹涌 整个漫过来 漫天过海的 涌过来的 这些叫做 Overwhelming 整个把你压倒的 Scourge Scourge 这个字我们以前好像也 也学过 Scourge Scourge呢 是指那些 Scourge 是指那些灾祸 当那些铺天盖地 整个漫过来的 这些灾祸 Swit by 扫过来的时候 当他们扫过来的时候 It cannot touch us 因为他说 所以这些人很夸口 前面注意 You boast 你们这些人都夸口 他们说 哎呀不要怕 我们都已经跟阴间 立了同一书了 我们跟这个死亡立了约了 所以当这个 Overwhelming Scourge 这些灾祸 这些漫天铺天盖地的 这种灾祸 扫过来的时候 他扫不到我们的 因为为什么 For we have made a lie Our refuge And falsehood Our hiding place 因为这些人自己说 他说我们made a lie 我们说了个谎 OK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避难所 Our refuge Refuge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我们用谎言 Made a lie Our refuge 我们是用我们的谎言 来做我们的避难所 And falsehood Our hiding place 而且 falsehood是指他们虚假的情况之下 虚假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做了我们的藏身之处 所以我们现在 完全就是谎言 在谎言之中 我们来做避难所 然后我们在虚假的情况之下 做我们的藏身之处 So this is what the sovereign lord says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和华 Sovereign 是有权柄的 Sovereign Lord 指的是主耶和华 所以主耶和华就这样说 See I lay a stone in Zion 你们看啊 我已经在西安立下一个石头了 A tested stone 这个是 tested 加一地 表示这个是试验 经过试验过的石头 这是一块考验过试验过的石头 A precious cornerstone 这是一块防角石 而且是一块precious 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非常有价值的防角石 For a sure foundation A sure foundation表示呢 这个是做一个基石 做一个基础 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 The one who trusts will never be dismayed 所有 who trust 就是那些信靠的人 凡是信靠的人 Never be dismayed 他永远不心慌 他永远不心慌 他绝对不着急的 所以他就不会遇到这些沮丧 不会感到心慌 不会着急 不会沮丧的 只要信靠 就不会着急 不会心慌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停在这里 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做一个简短的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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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见 做一个简短的祿